我们在第五个冥想中的第三个中间 你可以告诉我它是什么 第二个是什么 尝试照顾自己的问题 再次说一遍 你可以尝试去做这件事情 去尝试去做 但是它真的不会有效的 我可以在你有问题之前就先告诉你 你只照顾自己 没有用的 它不会有用 你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发现 或者你可以在稍微年老一点 但是你会为自己节约很多的时间 你只关注于你自己 永远都不起作用 它一定会失败的 第三个 但你真的照顾他人的时候 你的身边所发生的美好的事情 以及照顾你自己的时候 我的老师曾经说 你应该去照顾所有的有情众生 而你也是有情众生之一 所以不要只觉得只是你和他人 这不是这个游戏的名字 这个游戏的名字是 每个人都有平等的获得幸福和权利 所以那有一个科学的 自我受苦的佛教徒 这不是一种佛教 伤害自己让别人变得开心 这并不是 并不会有效 过一段时间 你也会自己三而然放弃的 所以说你最好照顾所有人 包括你自己 我有很多的朋友 他们是很好的佛教徒 但是他们不照顾自己 他们总会做得有点太过了 他们让自己有点做得太过了 他们就生病了 他们就放弃了 没有办法继续了 你必须照顾好自己 你必须保持健康 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 你没有办法照顾到其他人 我们将会回到我们的文本 我想先跟大家说藏文 不用担心 你可以忽略它 我只是给你们下一回种下种子 你并不一定要去学习藏文 可以尝试去学几个词 Pilkidae 意思是 Trisena 它的意思是 我们在京都讲的一个月 他讲了一周 我们讲了一个国王 叫Trisena 这张照片 他是我的哥哥 他72岁 他在蒙大拿州有一个正在进行的项目 他们为穷人 给穷人砍柴火 这样一个项目 他是那个 你会叫他是那种喜欢用大的机械 然后去砍东西这样一个人 所以说他们会给穷人 在柴火 让他们的柴堆和火堆 更多的柴火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对于Trisena国王的例子 他把自己的身体分成了几段 他把自己的身体 觉得非常值得关注的是 他把自己50%的身体 他把自己身体的下半部分 他祈求人们把他的身体切开 这样他可以把自己的下半部分 50%的身体 给到其他人 我们在京都讲了这个故事 基于他愿意把自己的身体 50%的给到他人 他的身体康复了 他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 更加开心 比他更开始的时候 我们停止 我们在Lam Rim里边暂停了一下 在整个京修游当中 Tim就非常的 他有点难受 因为我们讲了Lam Rim之前的历史 但是这个故事是非常的美丽的 你可以去读这个故事 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 只是看起来很适合京都 我们选择京都 而不是东京 是因为京都在唐朝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实践 当唐朝在中国正在鼎盛的时候 那也是佛教在中国中土的地方 传播的最广的时候 因为文化文革 京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来自于唐朝的城市 很多中国人会住在那里 我想那里大概有70万座寺庙 在京都这座城市里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佛教的城市 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 签证都是非常容易的 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那里的人都非常好 我们两周之前 在樱花节的那段时间 去到了京都 所有的20岁和40岁的人 他们都穿上了传统的和服 看起来很像是 工服里边你会穿的服装 但是都非常的美丽 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 我们在这个城市里边 樱花和美国的超级板一样重要 整个国家都会因为樱花而非常开心 他们对于樱花的开心 和我们和美国人 对于超级板的开心是一样的 去到那里真的是非常美好 也是个非常适合学习的地方 ACI在那里会举办很多的活动 我们结束了那一句 Tim 我们今天会继续 他给其他人一些建议 对于那些有相同 类似奉献的人给的相同的建议 为了宣传 照顾他人需求 是多么酷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我们在的第三个部分 当我们度过第三个部分 我们就会开始自他交换 这个是关于一位菩萨 他拥有 他在头上有一种闪光的骨包 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跟他们把它切下 然后作为给他人的一种供养 Sukinurbu 你的头 他头上的这个包上 自然生出了一颗鑽的宝石 Shen Lama就是把它作为礼物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 人们问我ACS是怎么开始的 这里是他的故事 可能是1991年或者92年左右 当时我在纽约 一些人来自Kagu这个传承 他们来到我 和宗喀巴大师不是一个传统 他们来到我那间 大概有15个人 他们想知道藏文 然后他们想做三年大闭关 他们的上师 要求他们以藏文来做所有的起俗 所以我就想 好的 如果他们是另外一个传承的话 那么我应该教授他们一些经文 因为这因为经是所有的经文 所有的传统中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告诉他们 叫金光之 在蒙古 基本上这算是一种国家书 这有一个故事叫做Dama Lujic 一个母虎 就是雌性的老虎 这是一个故事 关于一个非常好的菩萨 叫做Nindo Temple 在藏文当中叫Mahasatva 他曾是一个Mahasatva 但他个人的名字也是Mahasatva 大的勇气 这是他的名字的意思 他在森林里 他看见了一只饥饿的母虎 一只老虎 他非常病了 而且很严重 没有办法吃饭 他还有自己的孩子 正在尝试在吸他的奶 但是他并没有任何可以给予他们的奶 他看见了这只老虎和他的孩子 他就想他们会死掉 在Lamru里边讲述方法是非常有趣的 他说 Pula Sarnyeva 意思是 因为他即将要吃自己的孩子 因为他只将走投五路 他即将接近于这样的状态 为了拯救一只小老虎 他要去吃掉或者杀掉另外一只小老虎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讲述的方式 但是他已经接近于要吃掉自己的一个孩子 这样的话他有奶来去喂养其他的小猴 而这位王子 那哈萨法 停下来 把自己的身体 给予了这只老虎 所以他在这只老虎身边躺下 他把自己的衣服脱下 或对这只老鼠说 请吃我 但是这只老虎做不到 因为他太虚弱了 这旁边有一棵枯树 他把这棵枯树上的一根树枝拿下 他把 他用这个树枝 把自己的 把自己的胸口 拉得血肉模糊 然后把自己的身体 给到这个老虎 在他要死的之前 他说 我们在这里有一个交易 如果你 你吃了 现在吃了我的肉 当我成为佛陀的时候 你要成为我的 你们五个 要成为我的 最开始的学生 然后他就死去了 然后他就 强壮起来了 他喂养了自己的孩子 在之后 他就是佛陀的五个 最开始的五个弟子之一 就是Giltsama 他的最开始的五个学生 这五个学生中 年纪最大的叫Kalvinia 他教授了他们的四生弟 他讲述了三遍 他们都直见了空性 因为他们之间心上的那一切 与小达摩之间 心上的那一切 这就是佛陀所给予的 第一个 第一次教授 他在证悟之后 最开始并没有教授 因为他觉得没有任何理解 当你们越来越多的去教授 当你们去教授越来越多 你们将会有这样的体验 没有人 不管怎么样 大家都是不会理解的 但是你不断地继续 所以在他证悟之后 佛陀等了一段时间 他不是很确定 能不能帮助其他人 他在七周之内 他拒绝了任何的教授 他说 不管怎么样 有可能有人会明白一些的吧 然后他就开始教授 这就是关于这只母虎的故事 我想这可能是在我开始 给我的教授录音之前的一些事情 但对于这些学生 我们讲授了情况机 然后我们 我们讲授了那一张 在讲授这个故事的那一章节 然后我非常兴奋 然后我说 我非常想教授空性 我非常想教授 个高层次的智慧 但是我是 从喀巴大师的传承里边长大的 所以我想教授一些更严肃的东西 能不能问一下你的老师 这可以吗 如果不行的话 那么我很抱歉 但是我还是要教授 当然还有教授空性 我不能一直都讲这个老虎的故事 所以他们其中的一半的人 最后退出了 因为喀巴说 我不想让你继续在另外一个船上里边学习 但是剩下的这一半 说我希望你能继续学习 这对于我来说是非常伤痛的 我在一天失去了一半的学生 我们有六或者七个学生 这是我们如何开始ACI的 我们在一个 我们在某个人的厨房里边开始 我们在一个桌子旁边 这就是我们如何开始ACI的 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这是非常美丽的教授 来自于这部经文 整个故事 但是我不会讲这个故事 因为Tim会杀了我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 他把自己的头颅给予了他人 Rab 意思是Kirab 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这是一个叫Jataka的故事 这是佛陀的另一个浅世 我们的上师在他24天的教授当中 也就是这本书所记录的教授 他详细地讲授了这个故事 他如何在24天之间做到的 我不知道 有可能他们没有中间的茶歇 下一段 Dilpa Tukje Jen 意思是我们的老师 也就是我们的佛陀 他有Maha Karina 就是他有大菩提心 这就是他如何成为佛陀的 顺便说一句 我们在京都学到的 是CNN 这位国王也是佛陀的一位前世 NATO 是一个比较老的词 Rang Ba Shik Ma Tok Samgyu Mepa Rang Ba Shik Ma Tok Rang意思是我们自己 Ba Shik意思是只有我们自己 Ma Tok就是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 Sang是我们去集中处理力 或者是我们去思考 意思是 对于那些只关注于自己想要什么的人 这些事情将会是Ga 是很困难的 如果你的习惯是 先照顾好自己 那么那些比如说 把自己的身体给予他人 这件事情就是很困难的 Mun Lan Sen Do Mun Lan Sen Do Mun Lan是什么 你总可以在你的这个阶段里边 比如说你在这一周进行闭关的时候 你可以听这些故事 顺便说句 我不会叫他奉献 我会叫 分享他们自己所拥有的身体 我不想让你们去想 这个Shri Sena国王 他不是把自己的身体给予他人 这不是问题在这里 这不是他把自己从腰以下全部都50%切断 他不是把自己的腰以下把他腿给到他人 他意识到 其他人拥有他身体 就拥有50%他身体的权利 这种的权利 这可以延伸到你的钱 你的时间 你的身体上 这只是一个 意识 其他人对于你的钱 你的时间 你的注意力 他们有相同的 他们有相同的所有权利 那么所以他没有把自己的胳膊 自己的腿 他把整整50%的身体给予了他 因为他理解 他的身体 其他人对于他身体有平等的权利 我在这旁边的一个很好的山谷里 坐了三年闭关 那里什么也没有 那里从来没有人在那里居住过 那里的动物都非常奇怪 那里的昆虫也非常奇怪 我有一个这么 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 绿色的昆虫 一个鹅子在飞 但是那里曾经有银矿 那里边有一些之前的石头 在那里 因为他们在这个地方 有自己的权利 他们会在那里 那里的牛仔互相射击 因为他们有非常清晰的线 这是我的银矿 那是我的银矿 所以他们那些线是非常重要的 这种线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界线在哪里 你的开始在哪里 他们在说的是 即使你在这周做冥想 你不可能在这开心的 把自己的身体砍成两半 但是你可以祈祷 你可以在这一天 祈祷那一天 顺便说一句 那里有一个东西叫做 希望获得注意的 希望获得注意的菩萨举动 我的老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叫Norinpa 他在50岁的时候 跑到钻石山 在放弃了自己的所有的生意 来到钻石山做冥想 所以我的老师教授了他 有一个课上有个年轻人 他打包好了自己的所有的东西 他从街的这一遍 搬到了另外一遍 那里有一个小的森林 几百尺的这样一个小的森林 在几个高极风路之间 有一个小森林 然后他就住到了这一小片森林当中 因为他听到了 Norinpa的故事 然后我们老师说 让他去吧 他三天之后就会回来 只忧了两天 他就回来 他回来了 他说 哦 好难啊 那你很冷 然后我老师说 是啊 在房子里边冥想更好吧 他说是啊 所以说不要做这些 看起来 佛陀把自己的身体分成两半 我也要砍掉几个指头 这不是我们要去的方向 我做了一些类似的事情 这就不起作用 缓慢但是持续的 重点不是在于 做一些引人注目的东西 人们会对你 对你非常关注 真正的在于 安静静地把自己的东西 和他人分享 最好的是 在看不见的方法的 看不见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 我的妻子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例子 所以他说 在这一周 祈祷 你可以达到那个境地 在那个境地 你可以真正地理解 他人对于你的时间 对于你的专注 他们有相同的权利 逐渐地 你会开始去适应他们的权利 不要尝试在一天 是做到这件事情 慢慢来 你需要慢慢地去扩张 你自己的能力 你需要用空性 不然的话 你没有办法服务 所有友情众生 如果你只见空性 如果你只见空性 你可以作为一个个人 去影响到宇宙当中 所有的友情众生 直接地面对面 在同时 不要在那之前尝试 你就会 你只会变得疯狂 这一天会到来的 在这一天 你可以同时 面对面地 所有的友情动手 这是我们去努力的方向 但是你必须要先看到空性 你才能做到 直见空性 你才能做到 有人说 哦 我不想学习空性 我只想学习慈悲心 那就是慈悲心 你不可能变得有慈悲心 顺便说一句 那你外面 外面那边有一些 小的动物 他们在头上有 这样的一个棺 他们总是 一家人一起走 他们大概 一家有15个孩子 他们是非常美丽的动物 他们在头上有一些 小的棍或者是羽毛 这怎么可以让他们 更有生存机率 我不能确定 这是一个老虎和他的孩子 有些时候可以想一想 当你做冥想的时候 那里会有一个时间 让你去深入学习空性 你可以去适应他人的 你可以照顾到 在同时照顾到所有人 而你没有任何的界限 不是变得疯狂 不是用你自己有限的身体 去服务到十个人 而是从另一个方向 用一百万个身体 去服务三个人 这样的话会更加轻松 这也是更加可持续的 不要尝试用有限的身体 去做这样的事情 你不可能服务超过几个人 但是祈祷能拥有更多的身体 所以 何心在于在接下来这一周中去思考 关于 Tracyna国王这个故事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问Tim 我翻译了整个故事 我们免费把它给到他 去到Diamond Cutter Press 这是他们的 Diamond Cutter Press.com 他们的出版社 他们的发行商 或者是ACI的线上学习网站 所以说 就想说 我也想能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尝试去 去敏感地去觉察到 他人对于幸福 有相同的存力 对于他有一个 很激进的理解 他们对于你的时间 也有相同的权利 就像你对于自己的时间 就在自己脑海里 稍微思考思考它 这会让你开心 因为你在做 你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 应该所做的事 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在京都 做了这样一个冥想 我们做的 短时地义全球总裁班 我们做了一个 蘑菇冥想 这是对于黑的一个隐喻 因为蘑菇在黑暗当中长大 也就是说 你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前 和你在这个世界之后 会去到达 这个黑暗 会比光明的时间 更加长久 你在两次黑暗之间 有一段时间 但是你的过往 一定有很多的黑暗的 然后在未来 也有很多的黑暗 所以我们只有这一个 很短的时间 在光明当中 去做一些事情 在你生命当中 做一些事情 你会用完的时间 时间会被用完 不管你做多少的瑜伽 不管你喝了多少的绿汁 你的时间都是有限的 时间都会被用完 所以用这些时间去做一些好事 用一些 做一些有益的事 尝试去满足自己当下的需求 是完全没有希望的 你的身体 你的身体会逐渐放弃的 你没有办法去满足你自己的 所有的需求 你不如现在 当你有选择的时候 就去分享自己所拥有的事情 所以就像 在 你来到这个事业之前 你在哪里 或是你离开这里 你会去哪里 你还不如在这里的时候 分享自己 你不会在这里很久的 你不会 这个 措施很多东西的 你还不如让所有人开心 为什么不呢 这是很符合逻辑 现在他对你 还有下一句的论咒 这是很合理的 去照顾 去照顾其他人 是很合理的 拥有 没有这样的甜蜜的想法 去做其他人 想要你做的事情 而不是去做 你自己想要你做的事情 你知道如果你这么想的话 这是符合逻辑的 符合的意思是 这是符合逻辑的 你应该去照顾到其他人 而不仅仅是你自己 这就是符合逻辑的 他说为什么呢 他说J 就是为什么 我告诉你为什么 Jana的意思是 举例 当你就是你的在种植水稻的田地 我和我的妻子在路上会看到这些田地 这些田地曾经和菲尼克斯很近 但是你现在需要开车想能看见 人就像你的农地一样 他们在作诗山附近 有一些农地 我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 实际上 他们可能尝试去做一些农场 可能是一个国外的公司 他们把这边的土地都清理干净 让它变得非常的平整 但是同时也非常的无聊 所以你需要这种甜蜜的 这种非常开阔 非常甜蜜 非常富有营养的土地去种植 每年春天 我们都会花一些时间 来去整理我们的花园 这是很小的一个花园 你可以在十到二十步 就可以从你走到那一头 但是你需要两周的时间 来去为花园的夏天做准备 你需要去准备所有的土壤 所以去思考这些土 那些对非常好准备的土 然后他说 Chintamani 意思是满足所有愿望的宝石 这就是在Logion里面的 八诵 修行八诵当中所说的 其中一诵 就是你会在 这会在一个小溪里面 会找到的一种宝石 然后你会去清洗它 把它放到一个丝绸的盒子里 然后当月亮进行到一定的 在一定的时间的时候 然后你把它放到一个杆子上 它就会变成阿拉丁神灯 它会给予你一切你所想的 谁是Chintamani 谁是这个土壤 是他人 其他人是你通往成功的门票 其他人可以给予你 所有一切你想要的 其他人就像一个肥沃的土壤 肥沃的农田 其他人就像一个 给予你一切所想要的宝石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给所有男孩会分享的 过于阿拉丁神灯的故事 我在高中的更新室里面学到的 我不会教授所有的女士这个故事 如果你告诉我的妻子 我教授你这件事情的话 我就会把眼神器切成两半 但不会 就是有这样一个想法 你在你的人生中 一切你所想要的东西 你都可以拥有 但是你首先需要去摩擦这个神灯 你所想要的一切 我可以个人地说 我在做这件事情上 做得没有特别好 但是我尝试去做到某些 事情 但是这让我的人生 像一个奇迹一样 我人生的每一个部分 都像一个奇迹 一切 经济上 友情上 我的工作 我的一切 都是非同寻赏的 所以哪怕你只能做一点点 这种平等的权利 这样的想法 在这一周里面 集中注意力 在这个想法上 其他人对于幸福 有相同的权利 这样思考的结果 是非同寻常的 它真的可以寻常 很奇怪的 非常奇怪 你将会有一个有趣 开心 我不是很担心开心 但是我想有趣 我不知道当人们去承诺 你说开心的话 听起来很无聊 但是我绝对会喜欢有趣 对于他人 他人思考对于他 有相同的权利 一定会非常地有趣 而你整个人生 都会变得非常地性感 他说 看了 即使在 不是精神修行的 你在人生当中 也是通过他人的努力 去获得一切你所想要 其他人在服务你 他们整天都在服务你 你在这里 就仅仅是坐在这里 也是来自于他人 所以说你只是 给他们 他们已经拥有 已经给到你的东西 你身上的衣服 你现在所喝的绿汁 而不是那些 好喝的果汁 在你今天早上所喝的这些 TEN NAD CHUNG 来自于他人 TEN NAD CHUNG TEN NAD CHUNG TEN NAD CHUNG 苏根老师的第二本书 大概有五百页 说 在这里有一个 缘起的阐释 那里有其他人 他们在给你 他们已经给到 你一切的东西 不管什么慈悲 不管 尝试不要变得那么自私 你已经是 因为 因为 你吃了早饭 因为你现在在穿着内衣 我希望 有些人需要种植那些棉花 有些人 需要把石油压出地面 为了那些纤维和尼龙 那些人 做了很多的工作 为了你现在 我穿了这些 做了很多的工作 你忘记那些 关于平等的权 你已经 欠了很多 他们的努力 你今天早上吃的饭 你喝了这些清凉绿汁 你穿的这些衣服 你已经欠了其他人 说一句 你家里的老人 比如说你的母亲 我可能到我的70岁的时候才理解 决定要拥有一个孩子 这个决定是难以相信的 现在我再去 我现在回去看 20年的投入 20年财产上的投资 而且不仅仅是你自己的财产 是你所有的 所有的 你所有的东西 只是一个孩子 认真的 你人生中有些人 他们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和钱 他们奉献 他们奉献自己人生 最美好的时间 一个 一个女性 把她自己的身体 他们也奉献出来 就比如说在她有孩子之前 和没有孩子 和有孩子之后 你把自己的身体 给予了孩子 你的身体 成为了一个 奶的工厂 你非常开心 去做这件事情 你把 你把人生的20年 放弃掉 你放弃掉自己的身体 不仅仅是你现在的妈妈 你之前的过往式的母亲 你之前所遇见的所有人 都是都曾经 放弃过自己的身体 来照顾你 我的妻子在昨天说了一些 一些奇怪的话 我们所认识的一个人 他又 他又怀孕了 这是他第四个或者第五个孩子 我的妻子说 她只想变得开心 我说什么 她说 有一个孩子 是对于你来说 最开心的事情 我的老婆 我的妻子有两个孩子 我说什么 她说是的 她又拥有了一个孩子 这是我觉得 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我说 啊 哇 所以 你所遇见的每一个人 他们都曾经是你的母亲 其实是虾 阿玛的意思是母亲 我尝试进入到一个藏语课里边 我教了三周的藏语 我想见到一个一周的藏文课里 我尝试想要进入到那节藏文课里 那个课里班有三个喇嘛 他们来去决定我是否足够可以加入 我的藏语是否足够好 可以加入这节长达一年的课程 这是在喜马拉雅圈那边 我只知道藏文里边的五句 所以说我肯定进不住人 但是我的老师是这三位喇嘛之一 他说尽管来 来这个考试 然后这是一个口语考试 然后我说好的 我的老师是一个在金刚加姆传承里边的一位老师 在这个传承里边 我坐在这三个喇嘛之前 这是一个口头考试 我说天哪 这一定会变得很糟糕的 然后我的老师说 哦 我会考这个人 他说好的 我要问你一些问题 问你一些藏文的问题 告诉我你是否知道它 我说好的 这毫无希望 他说这个词 阿玛 阿玛 然后我说 阿玛 他说你对了 他说阿玛 然后我说爸爸 你通过了 所以这个词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阿玛 阿玛的意思是母亲 但是这里边有两个 妈 为什么 不是你的母亲 Chamber的意思是不是你的母亲 你有这样的义务 去平等地照顾他人的幸福 因为他们在过往 无数次地成为你的母亲 你欠他们的 即使阿玛 其实他们不是你的母亲 你依然欠他们这些 Chamber的意思是 在范文里边是Rakshita 意思是 去照顾他人的需求 像照顾一个孩子一样 去为他们穿衣 去为他们吃饭 去清理他们的 这个小便大便 去为他们支付房租 支付其他的东西 去拥有 拥有一个孩子的 需要的支出 每周都在上升 他说 每个人都曾无数次地成为你的母亲 但是即使在现在 这个世界上有八十亿人 只有一个曾经做过你的母亲 但其他人也在 也在同时不停地照顾你 因为你现在正在穿着衣服 你今天早上吃了早饭 他们始终在照顾你 不要再想这些关于过去世的母亲 你甚至不需要去思考这些 你欠他们的 你欠他们 你现在所拥有的所有的东西 你欠你的肚子 欠世界上所有人的所有东西 所以不要去想什么过去式的母亲 这里是非常美丽的 然后他说 别纳的意思是举例 桑巴的意思是什么 西藏的一种燕麦茶 燕麦奶 你可以在亚马逊上买到 你在亚马逊上买到的叫Yarn Lu 一种燕麦奶 我不知道这个公司的名字 我只是尝试他们所有的 桑巴桑巴的意思是 一小袋桑巴 在他们的腰带上 他们会有一个 一小包 一小包已经被提前炒制过的 青柯粉 大概需要两勺这样的青柯粉 去吃 作为他们的早餐 当我们在开始 隔西的课程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压力 你非常忙 没有时间去吃早饭 所以说 你在这个小的包里边 去带着人家早饭 当你有时间的时候 当你有比如说三分钟 你把它和水混在一起 然后你用手把它吃掉 尝起来非常好 如果你在之前洗过手的话 只是一点点的青柯 顺便说一句 如果你有一个很忙的生活的计划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放到粉碎机 搅拌机里边也是非常好的 不管你今天早饭早餐吃了什么 第一 Mudget的意思是 有些人种了这个田 当你在亚利桑那的乡村里开车的时候 你会看到在农场工作是什么样子 是非常非常苦的工作 我在大学的时候 为一些农民做过一些工作 是非常非常苦 非常困难的 有些人为你种植了你所吃的 你可以有机器 但是他依然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工作 还是非常困难 是辛苦的工作 Mudget 然后有些人去浇灌了所有的这些植物 这也是非常苦的工作 Chukchakorba的意思是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词 在印度 在乡村 在乡村的路上 你会看到人们在你的车前跑过 然后会把一些杂草扔在路上 然后你就在这个路上开过去 这就可以给稻谷脱壳 他们尝试在下一辆车来之前 把脱了壳的骨扫起来 这是非常危险的 在过去 你曾经把一个牛在一个末盘前面 去不断地转圈 这会让骨来脱壳 所以有人为你做了这件事情 有人为你做了这件事情 有人为你准备了这个 让你吃的东西 Bug May的意思是25刀 Bug May的意思是 无法无量的阿弥陀佛 无法估量的光 所以阿弥陀佛 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他人在你的食物当中 在你所穿的衣服当中 所付出的这些努力 是无法估量的 如果你能去到 香港的一个衣服商店 或者是在 你再拉另外一个地方 他们没有那些机器 他们 其实有这些机器 他们也必须要去做 这个非常苦的工作 他们在这些 工厂里边会有人死去 但是你穿着这些衣服 有些人压榨他们 有些人压榨他们 仅仅是为了 让你在亚马逊上 可以省下一刀 你现在所拥有的衣服 他们都是很多苦难的结果 当你现在穿着衣服 我现在能看见 所有人都穿着衣服 我看不到所有那些 线上的人们 你们都穿着衣服 我和Segi将会设计一套 设计一套衣服 根据他的孩子 就是一种西装 他上面有西装 有你的领带 但是你下面只是穿着内衣 但是有问题是 你会说你需要站起来 不过重点在于 有些人为你做了 你所有的衣服 你已经欠他们了 他们对于你的身体 也有一份自己的权利 因为你的身体 穿着衣服 吃着食物 他们应得了 你的身体的一部分 是他们应得的 他们创造的那一部分 他们让它保持温暖 那你为什么要跟他们抗争呢 他们已经对你的身体 做了投资 我们再讲一段 苏根在做藏文吗 还是我们有三个人在做 如果两个人尝试抬起一个花枕的话 它不会破掉 你所做的地方 现在当下所做的地方 不管是你在坐在寺庙 或者是公寓 或者是房子里 三千给亲 这就是在卡琴里边的亲 卡琴是长版 亲是所有版 这是对于他人对你的善意 那本卡琴这本书 就是瑜伽真的有用吗 的前传 刚以乌克兰语被发布 我们希望感谢Rosa 做了一段时间 所以它现在是有俄语版本 和乌克兰语版本 我们的俄罗斯出版商 发布了它 乌克兰出版商也发布了它 乌克兰语 乌克兰语的版本是 1.99美元 如果你会说乌克兰语的话 你可以尝试去买一本 如果你对Rosa很好 它可能也会给你一本 辈子 有人说 你现在所做的地方 很多人和动物在藏地 在百年前 有些人 有些人 把土 挖了土 去建这个房子 有人去建了墙 有人做了木匠 有人从树木 把它做成了木板 有人往返来挑水 来去做 比如说混合水泥 不仅仅是你所穿的衣服 不仅仅是你今天早上 所吃的早饭 如果你坐在一个地方 那么你已经欠别人东西了 你已经欠别人 有一些东西了 这就是你所住的房子 我们现在这个室庙 我们这个庙 是我们在这里的第一代人 我们建起来的 我记得Allegra 她当时多大 她当时75或者80岁 她当时在挑砖头 我们把砖头 一个一个在这里摆好 所以你欠我们钻石山 这里第一代人 如果你在我们钻石山的某一个进修的进修屋 每一个三年大批观者 他们为每一个房子支付了钱 然后他们大部分是以自己亲手建的这个钱 如果你见到他们 你记得去感谢他们 比如说Galsey 现在在这里 比如说Cat 现在在这里 还有Jigme Jigme建了一半的房子 他们把自己所建的进修屋 最后 他们 募集了那些钱 他们以双手建了进修的屋 然后并且在之后把这个小屋捐献给了钻石山 如果你住在每一个房子里 那么你就欠建这个房子的人 这是无法想象的苦 非常苦力 我为我的父亲做过 有人为我的桃树小碗咖啡厅做过这件事 这是非常非常危险且苦的工作 你总会受伤 这是非常困难的 然后他说 ZEN 作为一个佛学松礼是什么 就是他身上的这个瘦 我觉得就是他的袈裟 就是我觉得这是他的睡袋 非常温暖 非常长的一个 一块布 然后你可以在树下直接睡觉 这就是我们传统的 我们的传统 但是这现在更多的 变成了一种很痛苦的 只是为了一些仪式才拥有的 在我们的寺院 有些人会走来走去 看你有没有去穿你的袈裟 如果没有的话 他就会变打你 很热 所以每一个僧女 僧人或者是尼姑 他们都会有自己的袈裟 如果你很聪明的话 在很热的天气下 你会有一个很薄的袈裟 在藏地 你如果用 比如羊毛的话 会比用棉花 会更便宜 有些人需要去从羊身上把毛剪下来 有些人需要把它编织成布料 有些人需要把它剪裁成袈裟 M的意思是穿 然后Kim Cho意思是准备好去穿 不是M-C-H-O-G 他的意思是最高的 这个Cho意思是准备好 或者是可以的准备好的 他只是说 你现在正在身上穿的衣服 你已经欠 你身上任何一片最基本的布料 比如说内衣 你已经欠其他人了 我们身上任何一片最简单的布料 已经是需要 很多的工作去创造 去把它去分发 然后去把它放到商店 去不断地去清洗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简短的冥想 我希望你们今天继续练习它 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冥想 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平等的全力的冥想 是去回顾 那些你在过去的一周和他人的一些互动 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你想要的是什么 你可以做得更好吗 你并不一定跟他们之间有一个 比如说有争斗或者是不同的想法 但是你能不能把它做得更好 你能不能尊重他们与你相同的权利 那么问题来了 他们对于你 对于对于你的时间 有没有相同的权利 我们都同意他们对于自己的 他们自己的时间有相同的权利 Veronica 你可以用任何想要你的方式去 花费你的时间 我可以用任何想要的方式去花费我的时间 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现在它变得更加困难 他们是否已经对于你 对于你的时间有相同的权利 因为你今天早上吃饭 因为你今天穿着衣服 因为你现在坐在一个房间 他们可能对于你的时间 应有比你想象更多的权利 这是我们所做的一个第一个冥想 你可不可以跟他人见面的时候 去思考 他们可能对于你的时间 有一些他们的权利 他们是不是对于你的时间 有相同的权利 佛陀是这么想的 现在我们要做另一种冥想 这个是我们在DCI里面会做的一种 我们叫它牛角包冥想 这只是拿你房间里面 任何一个最简单的东西 如果你现在手里边有一片土司面包 或者你手里边有一个氯汁 清凉氯汁 或者你手上有一个水果 需要很多的工作 才可以种植出一个很好的水果 比如说你今天下午拿任何一个东西 你吃的 或者我们就说你吃的某样东西 然后去追踪它 谁把它拿到了你的闭关 净修木屋 谁在商店买了它 谁把它放在了商店 谁把它运送到了商店 谁建了 谁建了这个运输的高速公路 谁建了运输的卡车 谁种了树 谁把水交给这些树 看那些在Fort Bowie 就是钻石山旁边的一个小镇里边 那些种植人 看看他们都在做什么 这是非常苦的工作 那么看着这个小的水果 就是你今天的冥想 我们要拿着一个水果 然后去追踪它 接下来我们将会更深一步 有一个冥想叫做 是非常冥想的 你回溯 往回追踪 首先我们要做一个 回溯冥想 对于一个现实的东西 一个真实的东西 比如说你今天所吃的一颗水果 当你今天下午做冥想的时候 你将做一个回溯冥想 一个水果 或者是建衣服 很多只是想象 有些人在有些地方 把它带到了商店 有些人把它带到了 我的闭关小屋 有些人种植了它 然后我想你把这个水果 再退一步 比如说 种这个树的人 他是在用的种子 他用的种子是来自于 一个果园 然后那个果园所种下的 这个种子的种子 是来自于另外一个 很多年之前 你现在所吃的水果是五万年的团队合作 你现在说里边有一个这个小小的香蕉 或者是一个苹果 你所吃的 在钻石山的 在我们这一带 对于你是需要很多的工作 才把它带给你 但是有些人种下了那个果园 在五万年前 种下了下一个果园的种子 五万年不断地有人工作 才能让你在现在能吃到这个苹果 有些神顶洞人发现了这个 人们在不断地带着这个种子 不断地去照顾种子 照顾田地 这不是最后一年 不是上一年 是之前的五万年 人们都在为你而工作 我的桃树小馆咖啡厅 有一个或者两个雇员 那一切的这个纸面工作 我就要做很多很多的出面工作 你有五万年的出面工作要做 你在五万年中 有无数的人对你工作 我们现在还有多长时间 还有十分钟 我们开始吧 我们将会做一个 回溯的感恩冥想 然后我们将会更深一步 这个冥想当中有两个部分 两个冥想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 我们从二十次关呼吸开始 我想你们每天可以做一次七只供的冥想 如果不清楚的话 可以问准备 请客人 谢谢大家 按照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长时间 我们下转报 我们下车 力回来 小朋友 我们下转播 我们下转报 下转报 我们下转报 结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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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想法 然后我希望 感谢观看 他们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可能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选择一个你吃的 你穿的 你喝的 一个你呆的房子 然后去回溯它 回溯到那些 做了这些材料的人 那些传承 五万年中传承建房子的 支持的那些人 那些实际建房子的人 去感谢他们 去想那些新的 感谢他们的借口 感恩是非常非常幸福 也非常充满创造力的练习 然后我希望你们 在第二个冥想当中 顺便说一句 这应该是你的清新时间 你知道 如果你做过冥想的话 你知道你的 你的一天当中会有状态好 或者